最近我們作者最出版的上日媒體 大概跟大家報告到此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對於台北股市的一些看法 其實我的看法一直沒有變 我之前就說大概6200到6800到6700到6800點 中間這個區間就是台北股市十年甚至更久 再拉長到12年大概都是的一個平均成本區間 我們跌破之後拉回到這個區間的時候 其實沒有這麼容易的往上走 也沒有這麼容易讓你看到它會往下跌 所以我們大概會在這個區間裡面 會來回震盪好幾個月 在這段期間當然會有一些個股有很突出的表現 有些個股有很差的表現 但是就大部分的股票跟整體的行情 大概就是在這邊來回震盪 那當然你說這個6200到6800 中間有五六百點 如果說有時候超過一點點將近7000 有時候跌破一點到6000 這中間有1000點的來回震盪的行情 這個也都是各位可以把握的機會 總之你想說有像4000多點一路漲到6000多點的這樣的大行情 我想短期之內是比較難看到的 而且我們知道接下來有一些股票陸續開始出權 那它吃指數又會把它吃掉 包括你除息的話都會讓指數再降下來 所以你在指數上可能要看到有所重大的突破 可能是真的是比較困難 那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期指逆加差都蠻多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等待 或者是做一些區間的操作 那未來呢 我也講說未來可能年底或下半年 包括選舉行情 然後兩岸的一些關係的變化 可能可以讓這個指數呢 未來將來向上走的機率其實遠大於向下走 那我想要掌握兩岸這個趨勢的變化 一定要鎖定我們每週五播出的掌握時機賺大錢 我們邀請翻身的作者萬瑞君萬大哥 他每個禮拜都來我們的節目上 來跟大家分享兩岸財經的一些新聞的一些趨勢的看法 那邊我就不多談了 我要說的就是未來其實是比較看樂觀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但是在短期內可能來回做這個震彈跟區間 然後新聞呢 消息呢 不斷的來測試 測試然後洗盤這樣子 就會一直呈現這種狀況 那量呢可能也大概就維持在1000億的這個上下 這是我個人的對台北股市的看法 那我想接下來呢 我就跟大家聊一下說這個我們聚財網上的這個聚財股王的這個遊戲呢 非常的 我們已經進行了大概四年的時間了 那這四年來呢 有所有參賽者的資料可以做回顧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聚財股王的一些功能 好這邊就卡了 好 我們點到我們這個網路上 聚財網上這邊有個投資競賽 下面有個股王 我們直接點進這個股王呢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聚財股王的這個網頁 那聚財股王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上面這個地方 有一個黑馬魔王競技場加馬送 這個是一個複聯網他們的一個黑馬搶先爆的一個產品 那他們用了三個帳號呢 來我們這邊參賽 好那這三個帳號現在表現喔 前兩名這個都是兩三百名 好 其實在兩 我們看到我們所有的參賽者是一千零六十一億人 在兩三百名呢 其實一個是一個大概前二三十趴的這個成績 已經是相當的好 那各位可能會想說前面還有一兩百個人是贏他們的啊 那當然你用虛擬的一個帳號 不知名的帳號跟他們這個代表網站的這個出來的這個帳號呢 來做比賽的時候呢 他們壓力是相當的大 因為你如果是個人的話 你可以用你選一些比較會標的股票 當然你不曉得他向上標向下標 那你就比較容易拿到前面的名字 所以他們能夠維持在這樣子的獲利跟這樣的名次 其實已經是相當的好 那不過我們聚才股王有相當多的限制 讓你不容易去抓到很多標股 不容易去抓到很多標股 那我現在簡單的來介紹一下聚才股王的這個 一些運作跟邏輯 我們先從遊戲規則說明看起 好 我們看到那個成績排名呢 我們是每天大概下午三點多 網路上是寫四點 差不多三點多的時候 會計算每天的成績 那聚才股王是一個盤後的 就是盤前就要下單 盤後去做你當天是否有成交到那個價格 然後來做這個成績的運算 也就是說我們盤中是不能做任何的更動 那就是開盤的時候就已經等於是下好離手 都不能做任何的更動 那大家可能會說那這樣不好玩 這樣可能不擬真 不像真的模擬競賽 可是當初我們在設計這個遊戲的時候 其實是有幾點 幾點 幾點 幾點考量 所以才會做這個盤 第一盤中的這個即時的報價 其實取得成本相當高 聚才網可能沒有這個辦法 能夠來做這個即時的報價的這個 你真的這個遊戲 第二這個即時報價如果說 在線上遊戲的 做這個遊戲的這個戳合上面 你不是真的在市場上戳合 一定會有一些 等於是有些時間的這個落差 那你如果說有這個時間落差 被遊戲的玩家抓到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可以利用這種時間落差來做一下 來做這個等於是一些取巧的這個動作 那這個遊戲的這個名次 可能就不具參考性了 那整個遊戲就已經沒有失去它公平的意義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這個即時的 你看我們現在沒有人有辦法做即時的這個 模擬的這個競賽的遊戲 能夠做得很有聲有色做得起來 唯一做得起來的就是真的在市場上下單 我們看到一些期貨 反正有跟我們合作我也講出來 就群益他們群益起貨 他們做一些競賽 但是你是真的在市場上下單 然後再做那個名次的排名來競賽 這樣子的話就是一個比較公平的一個狀況 因為你是真的在市場上做撮合跟交易 那如果說沒有的話 你要去模擬即時有到那個價位 然後你的遊戲是即時假設幫你撮合 那其實這個一定會有時間上 跟種種程式上的一些可以作弊的地方 那這樣其實就沒什麼意思了 那再來呢 我希望說多數的投資人 因為我想多數的投資人 其實如果你做到已經是專業的投資人 你是整天在操盤的 我想大家也沒有必要來做這樣模擬的這個遊戲 我希望這個遊戲是給一些學生或上班族 或者是剛開始接觸股票的朋友 能夠用一個很低廉的成本 因為這個其實沒有什麼成本 你開一個會員帳號 然後每個月 我們等一下會說每個月要繳20元的聚財金幣或點數 那你就可以持續這樣一直玩下去 用非常非常低廉的成本 來做一個等於是事前盤前就下好單 然後你就去上學上班 然後回來看看成績 這樣就好了 的一個這個遊戲 那所以我們的就是盤前下好單 那 而且我們的這個成績 我們剛剛講說學生來玩這個遊戲 我是覺得最好 那你這個成績呢 我可以保留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 我們的成績都可以保留在上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為什麼可以保留這麼久的成績 你看我們從2004年到2009年 都是成績都是在的 我們看一下現在月排名第二名的怪叔叔 這個必須要登入 那你現在是否會保留 他是我這個成績 我會保留 這個感情不及 這個手好 我會認識你 我會認識你 在那一陣子 我會認識你 我以為你熬不及